走遍中华大地探旋历史古迹 大家好 我是任远 辽城市的市区叫东昌府区 东昌府有三宝 铁塔 古楼 玉皇岗 咱们背后就是铁塔 这个铁塔叫龙兴寺铁塔 龙兴寺始建于宋朝 兴盛于明朝 但是清朝因为战火就被毁了 现如今又重新修建好了 很多人都说像故宫 那么这一期咱们就去一探究竟 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 是山东省辽城市东昌府区 小礼拜四街的北首 站在桥上 很远的地方还能看到辽城地标建筑 光月楼 湖面净若之水 这边的建筑 便是今天的主角 护国龙兴寺 面前的这个就是他的山门 但是因为没有全部开放 所以这里进不去 需要到侧门进入 因为今天开发会 所以人非常多 也有防疫人员测量体温 口罩是免费发的 大大的拱门上挂有条幅 江北水城 宝刹重徽 庄严国土 利乐有情 穿门而入 旁边还有没修好的建筑 此次开放的 只是中轴线建筑 面前的山门 可见铁红色的油漆 比较稳重 俄方上金色万字纹彩画 也很典雅 仔细看这些金色 你会发现 外延都是鼓起来的 这便是古建彩画里的 立粉工艺 就像挤蛋糕似的 先把外形挤出来 再描上金 就是现在的效果 在古建里面 只要是建到金 就要立粉 山门后面 就是天王殿 两侧配有中古楼 天王殿是一个 冲烟泄山顶的建筑 顶部为金色琉璃瓦 负面 绿色琉璃瓦 简边 必是不须山 空门 金贝芒 佛祖如有意 游人 素佛堂 进入天王殿后 中间就是弥勒菩萨和委托菩萨 旁边就是四大天王 象征着风调雨肾 许多善男性女 在此拜佛 闲人喜不失 天人暗赞阳 舍一得万报 后福不可良 外面实在太冷了 咱们在车里说 原来这个庙叫龙兴寺 为什么又变为护国龙兴寺了呢 这个就要追一追他的历史了 在明朝 第二个皇帝叫明慧帝朱允文 他继位之后 对这个皇权进行了非常大的改革 一年不到 就废掉了五个亲王 阎王朱棣坐不住了 于是就开始叛乱了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静难之意 然后你像打仗 不可能一帆风顺 燕军在攻打济南的时候 受阻了 反过头来 他就大辽成 当然也是大败了 在清家庭的东昌福祉中 就有记载 明慧帝建文二年十二月 然后燕军博辽成 圣庸击败之 斩其将张玉与白玉桥 当然剩下的就是民间传说了 在这个张玉被斩的时候 朱棣他就躲在龙兴寺前面的石桥里 这样就算保住自己的性命了 等到追兵退去之后 他才从石桥里出来 往管桃方向就跑了 经过了连年的战争 公元1402年 朱棣终于登上皇位了 也就变为了我们熟悉的明成祖朱棣 朱棣想必大家也不陌生 他就是把明朝的都城由南京迁到北京的皇帝 在他当上皇帝之后 肯定要对这些有功的进行封赏 保他性命的石桥肯定也在列 所以他就派人过来把石桥桥重修了 并且命名为白玉桥 然后把石桥后边的龙兴寺 就改为了护国龙兴寺 自此白玉桥和护国龙兴寺的名称 一直有到现在 这也算是一个小故事吧 穿过天王殿就是中轴线上的大殿 现在这里没有悬挂牌匾 但是一个宣传图上写的这个是最吉祥店 而不是大雄宝店 围栏上搭着红筹与花球 因为是法会第一天 来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前面桌子上摆着小香炉 香是寺院免费提供的 孩童因自己点燃香火 脸上洋溢着天真的笑容 踏上石阶 乡上行走 里面正在做法事 外面密密麻麻的站着很多人 大殿是四个顶形制 屋顶非常的漂亮 整个寺院基础设施全部建成 没开放的区域 只剩了一些装饰工程还在进行 从我印象中 2013年应该就开始建造了 现在马上都2021年了 建的时间可真是不短了 官宣建筑面积有1万平米左右 庙宇的建筑是用回廊串联的 可以看到南北四近院落 东西三排跨院的格局模式 总体的架构与传统的庙宇结构一致 步步登高的古建筑格局 使得整个建筑非常的宏伟气势 再往远处看 一排排现代的楼房 与此形成巨大反差 不远处就是东昌湖 寺院与湖水完美结合 不是江南 胜似江南 此时耳中仿佛听到了壮钟的声音 山光月鸟性 弹影空人心 万籁此斗际 但于中庆阴 趁着中午吃饭时间进入大殿 人员已经没有刚才那么密集 正对面就是三尊佛像 中间是毕卢折纳如来 左侧普贤菩萨 右侧则为文殊菩萨 被尊称为华严三圣 供桌上的供品 样式繁多 一块花糕 看起来非常漂亮 供桌旁边 两个很大的器物吸引了我的眼光 一个是木鱼 另一个是薄鱼 几度风雨几多愁 酸心甘苦 薄底收 别样天地别样圆 城满人间 下春秋 又回到车里了 因为我本身啊 就是辽城本地人 我家距离这个地方 也不算太远 家里有暖气 暖和得很 所以啊 穿得有点单薄 来这才知道 什么叫寒风刺骨 他这里的大殿 不叫大雄宝殿 并且里边供奉的佛祖啊 与平常看的也不太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佛教的一个宗派 叫华严宗 其实国内的佛教 有非常多的宗派 然后比较大的 就是有八个 你像什么法相中 法性中 法华中 华严宗 禅宗 密宗 律宗 再加上净土宗 就这比较大的八个宗派吧 算是 这八个宗派 又有自己的特点 简单的总结起来 就是密妇禅品 方便境 为时耐烦 假祥空 传统华言 修身律 一礼组织 天台宗 这就是比较简单的 总结他们的特点 大家要仔细去查 这些宗派的话 除了密宗 是以 布空 三藏法师 义的这种经书为依据 其他的 都是以 旧摩罗时 义的经书为依据 你像 布空 还有旧摩罗时 包括玄奘 再加上真帝 他们并称为 中土佛教的 四大义经家 因为我本身 是做仿古工程的 去寺庙也比较多 并且又喜欢旅游 经常会听见这么一句话 有的小孩 问自己的大人 这个佛教 起源于什么地方 大人 顺口就来一句 起源于印度 它是起源于印度吗 其实 这个佛教 不是起源于印度 它是起源于 古印度 古印度非常大 它就是起源于 现在的尼泊尔境内 所以啊 大家再跟别人去交流的话 一定要把这个事说清楚 佛教 起源于古印度 也就是现在的 尼泊尔境内 这 也算是一个小知识吧 在向外行走的途中 发现墙上贴着一个简介 介绍了七天法会的时间 和具体细节 从新建的龙兴寺 出来之后 就是一个停车场 前面的板房 就是原来 护国龙兴寺的临时地点 旁边就是辽城铁塔 在铁塔周围 有几块碑 山东省第一批历史文化街区 大小礼拜四街 这边就是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龙兴寺铁塔 铁塔的建筑年代 已经没法考证了 大约是在宋金之际 原来的铁塔 因年久风化 大部分已经清僻 只留下了底部的五层 1973年 就从地下挖掘出 历年坠毁的塔身 以及塔顶 然后就整修复原了 现在的铁塔 一共是13层 施工期间 在虚拟座正中 发现了一座 一米肩方的地宫 从里面出土了佛谷舍利 现在舍利在 辽城的运河博物馆保存着 但是对游客 是不开放的 新建的龙兴寺 还是非常不错的 有时间的 可以来看一看 孤独出力多年的铁塔 终于等来了 自己的小伙伴 好了 辽城的护国龙兴寺 就为大家分享完毕了 那么这期视频 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喜欢有点视频的 记得点赞 关注 评论 转发 我们下期见 拜拜